哎呦罗小姐你都不知道啊 这些天我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啊 哎呦 罗小姐 我请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托你啊 帮帮忙好吗 好我试一下 你多费心了啊 爬头了吗 吩咐下去告诉弟兄们 一会一定给我造成一个绝色的现场 是 我都要看一看他是个什么德行 明白 下飛鹿哎好嘞 你吃了 你吃了 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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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抓住他 別讓他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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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老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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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着小事叫了这么多人 我没有啊 找起来不是我叫来的 那就这样 哎那不是龙标吗 龙标 这混蛋坏了我的好事 看着看着看着 来了来了 来来来 进来进来 约好的呀 怎么都来了 证明你人缘好啊 大家都很关心你嘛 谢谢啊 来来来 你们坐 小兰 泡茶 好 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我没事的 小风小浪那也是风浪啊 女人始终是女人 你不能像龙标他们那么拼命的 就是啊 像我们这种男人 除了劳营生不拼命不行 你看你 何苦 我早跟他说过了 现在应验了吧 上海滩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罗小姐 您这位置风水不错啊 这 这地处交叉路口 背靠大厦 进可攻 退可守 这可是东苍龙的风水宝地呀 罗小姐 您这是要发财啊 谢谢龙大哥您的吉言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坐坐坐坐 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龙大哥 你们查出昨晚的事 是谁指使的吗 幕后指使者叫平小五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让罗小姐你出丑 我早就说了嘛 这些小鞭丝 就不能对他们手软 就应该先烟后斩 龙大哥 你能不能不要整天喊打喊杀的呀 这个平小五是干什么 罗探长 据说是商会的人 昨天晚上 你怎么会出现在那儿 我们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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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跟踪我 别别别 我哪敢跟踪你啊 要是没有跟踪我 怎么会那么巧 算了算了 别再追问了 是我 怕你遇上什么事 所以呢 就叫龙彪安排了兄弟 来保护你嘛 对不对 龙大哥 那实在是谢谢你了 回头你帮我也谢谢 你们那些兄弟们吧 罗小姐 弄得这么见外干嘛 以后我兄弟就是你兄弟 有什么事你就拆钱使唤 不过倒是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帮我 有什么事你说 喝茶 帮我认一认这个人 听说死的那个 是顾家的大小姐 哪个 就是尝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 好像是小吴的客户 小吴啊 是不是你的客户 真的 那你知道页目了 你讲来听听吗 你就说来听听吗 大小姐很有钱 人又长得好看 我觉得是奸商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背后议论人家 这样不好 哎小吴啊 你你没事吧你 我约了客户 我先走了 哎 他怎么回事啊 哎 我跟你们说啊 这个小吴啊 肯定有问题 嗯 有问题 嗯 嗯 对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谁啊 谁啊 来了 吴宝珠 是你害死我女儿的吗 我怎么可能害倩夕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勾我 倩儿 目的就是为了骗出我的财产 东西到手了 你就害死了她 还倩儿呢 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你有没有把她当成亲生女儿 她只是你古董店里边的一个伙计 现在又完了 没有价值了 找一个有钱人把她嫁了 来换取更多的钱财 混账 你有什么资格一轮顾家的事 是 我是没资格 但是你心里非常清楚 倩夕是爱我们的 非常爱 而且我们两个就要远走高飞了 但是 你怎么可能让我们就这么轻易的走 所以啊 害死倩夕就是你 老东西 混账 你血口喷人 你还敢动手你 我就打你 我还要到发布房告你 告你谋杀浅夕 骗取我的财产 你告你告你去告啊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浅夕已经不在了 等我死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老东西 我弄不死你 你还我的女儿 你你把地产证还给我 休想 我你你你还我的女儿 你这个老不死的活的蛋 你死的 刘探长 我把了解到顾家的情况 画了一个这样的图表 便于分析案件 顾家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比较复杂 好的 就这个图表来看啊 顾家有三间古董店 老爷子顾连衡 负责侠妃路的总店 齐青梅和大小姐顾倩夕 一人负责一个分店 这个大少爷顾凯枝 倒是不负责店铺啊 这有些不太正常吧 这个顾凯枝 成天游手好闲 而且还有小偷小摸的娄喜 顾老板是不会把店铺交给他的 但是顾老板和女儿顾倩夕的关系 也不太好啊 据顾倩夕经营的店铺里的伙计所说 顾老板经常和大小姐吵架 动静大得很啊 劝都劝不住啊 差点没打起来 为什么吵架 难道是为了生意上的矛盾 财产上的矛盾 还是婚事上的矛盾 这些矛盾 都有可能成为顾小姐被杀的因素 但是有一点呢 我觉得很奇怪 大小姐顾倩夕 不是有一个相好的姓吴吗 可是那少奶奶和古董店里的伙计呢 都根本不清楚有这个人呢 那封信我已经张好了 虽然看不清楚全部的内容 但至少知道那个人叫吴本物 在华丰地产的业务部里做事 我知道这家地产公司 就在大小姐顾倩夕 经营的勒菲德路店附近 两个地方离得很近 还用写信的方式 说明他们的交往 很秘密 至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 你看一下 信上有地契办理的字样 那么这封信 会不会跟房地产的买卖有关系呢 这只是猜测 明天去问了吴本物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 我们这个顾家的图表 范围还可以再扩大一点 以免遗漏了一番 好 嗯 先生您走车吧 去十六铺满 哎好嘞 吴先生 要出远门啊 对啊 啊走好啊 好好好 吴叔叔再见 吴叔叔再见 再见走了啊 做错了吗 车夫 哎 车夫 我是去十六铺码头 对啊 没错 不不停停停停停停 车夫 哎 车夫 车夫 这什么地方啊 嗯 嗯 您看看 我们这房子感觉怎么样 明白了 我看这个房型不错啊 再见 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吗 请问一下 吴本物在不在 你是 我是发布房的刘探长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他 吴先生今天没有来 那你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他之前没有打过招呼 那你们经理呢 他在不在啊 在楼上 带我去见他 好 请给我来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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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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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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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 妈 你干嘛呀 你 什么呀这是 找着了 人呢 真没想到啊 顾倩熙把勒非得禄的这个铺面 转到了姓吴的名下 顾家的人呢 一个比一个还狠 顾倩熙她要的太多了 我不能让她拿走顾家这么多 我要是放了她 她立马 就会对我下毒手 与其我死 不如让她们 哎呀 真是笑话呀 顾家这么大的家业 继承人 竟是这么一个疯老婆的 顾连恒要不是娶了她 立下了不离不弃 不能有其他女人的契约 她哪来惊天的风光啊 只可惜啊 顾家 真正的主人 被锁在这儿 奴才呢 却在外面作威作福 婆婆 你放心 她从你这儿拿走的 我一并 把她要回来 你呀 你可得好好地活着 我留着你 要拍大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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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外面来了两个侦探找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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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來啊 經過我們推測 他應該就是顧小姐的男朋友 是他 你們抓到他了嗎 你覺得他有殺顧小姐的動機嗎 當然有了 我覺得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 他為了我們顧家的財產呀 人為財死 鳥被失望 按照你的說法 他應該已經為財而死了 我這 就是一個說法 是個形容 我可沒說他死了 今天 我們本來要去找他 但是他的鄰居說 昨天晚上他已經提出行李 坐著黃包車走了 我去過他工作的地方了 但是他今天沒有去上班 那 那他會不會是畏罪潛逃了呢 絕對不是畏罪潛逃 要潛逃他早就跑了 鄰居證實 昨天下午 在他家裡有人和他大吵了一架 這個是在他家裡發現的懷錶 地上還有血跡 這個錶珍停在了四點十分啊 證明他在這個時間跟人打架 但對方會是誰呢 顧老闆呢 還是顧少爺 我覺得顧老闆的可能性大 但總而言之 這個五本物和此案是脱不了干系的 你去華蜂地產了解到了什麼了 這個五本物和顧小姐是戀人關係嗎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大小姐是這個五本物的客戶 他們兩者之間有商務往來 既然在地產公司 那肯定是房地產買賣 那那這是肯定的 但不知具體是哪種買賣啊 那個經理呢 以為客戶保密為理由 拒絕回答我的問題 就算我軟硬兼施 他也還是不肯說 看了這件事啊 得你親自出馬了 你這麼看著我幹什麼 我看你一肚子壞水 據我觀察呢 你那個經理啊 他是個色狼啊 看來這次 終於輪到你這個股東 為我們的偵探社 出一份力咯 你是想讓我去施美人計啊 我沒說讓你施美人計啊 如果你覺得自己呢 是一個美人的話 倒也不妨去證明一下自己啊 你怎麼會去 前面就是華風地產公司了 有探長說的經理室的位置 你們都記住了嗎 放心吧 記住 我還是個修女 怎麼能幹這種事情 自己提出要求 現在可不能打退堂鼓啊 我說也沒解 你就別讓他們保佑的 咱們這也是出於正義 你的那個主我會理解你的啊 以後一道事情 隨機一臉 老家 我們要找一下朱經理 請問有預約嗎 還沒有 請稍等 喂 朱經理啊 還有 有人找您 小姐 有什麼可以為您下王嗎 請問您是朱經理嗎 本身正是 我姓羅 剛從紐約回來 準備要找一間公寓房 那聽朋友介紹說 朱經理可以帶我去找 羅小姐 您可是找對人了 上海最好的地皮 最好的房產 在我華風這 都有一本帳 小姐 請這邊走 請 那實在是麻煩朱經理了 沒事 洛小姐 怎麼了 好像扭到腳了 崴腳了 要不 我們裡邊坐會兒 來來來 這邊 我 我 我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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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麼沒有見過你啊 我是來送資料的 哦 要幫忙嗎 哦 不用了不用了 謝謝啊 我是這大秘書 你給誰送資料啊 哦 那個 我們老闆說了 不能告訴別人 林秘書 經理讓你找一下資料 哦 來了 我看看 剛剛 你還可以 找一下 剪刀 呱 找一下 我可以 再吃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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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 这几套 罗小姐一下如何呀 我也不太懂 那朱经理看呢 朱经理 这些资料里 没有您要的那张地契啊 可能在我的办公室吧 那您把钥匙给我 我去拿 罗小姐 跟您弄点糖水好吗 谢谢啊 我家小姐有点滴血糖 小姐糖水马上就来了 罗小姐怎么样了 我好多了 你去哪了 刚刚小姐差点晕倒了 我刚才肚子不舒服 去了一趟洗手间 朱经理啊 我看我还是改天再来找你吧 也好 身体要紧 身体要紧 谢谢朱经理 别客气 别客气 请 怎么样 怎么样 没人计管用吧 嗯 来 看看我们拿到的材料 有没有哟 有没有哟 我说就看看 小兰 你可真不简单啊 你快别说了 刚才差点把我吓死了 这跟我们编洗法可真不一样 吓得我心脏都快 跳出来了 你这一点啊 就该跟刘探长好好学习学习 他撒谎 是脸不红心不跳的 这个脸皮厚的呀 泛红泛的都看不见 至于这个心跳嘛 好像被秤妥压着 这真话假话 根本就分不清 你笑够了没有啊 你这是在夸我呢 还是在骂我 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撒谎了 上帝 我向你诚会 从这份资料看 这边来三杯咖啡 顾家大小姐 真的是将分店的地契 转到了五本屋的名下 已经做好离开顾家的准备 所以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找到五本屋 记得他的邻居说过 他走的时候 坐的是张继的十三号车 好啊 那么等会儿就分头行动了 现在看起来 倒是挺有股东的样子 我得挣回我的本钱呢 只望你分花红给我 我看我这辈子都盼不到 请问您是车行的老板吗 我就是张妈子 有事儿吗 我想向您打听个事儿啊 就是昨天傍晚 你们车行十三号车 是不是接过一个 科法迪路的客人 我想问一下 他把那个客人送到哪儿去了 这么小的事儿 我怎么会知道啊 不过 你们俩要真想知道的话 不难 但我不能白说呀 我们会给您钱的 钱嘛就算了 这姑娘长得挺雕致啊 还挺辣的你看 哎呀哎呀哎呀啊 来人哪 来人哪 哎呀 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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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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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女的給我抓住 殺 啊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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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这个了解 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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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 小蘭 哎 別跑各位站住 快 走 這邊 快跟上 走 哎 別別別 剛才你們倆打聽的事啊 我 我知道 你知道 你們要找的那輛十三號車呀 是捲毛的 他就住在我們家對門 昨天夜裡他回來挺早的 還跟我說是賺了好幾塊大洋 我就估摸著這小子 肯定沒幹什麼好事 這小子平時呢 有點錢就喜歡喝花酒去賭 這不 今天出宮就沒看見他 來 這裡就是我們院了 捲毛 捲毛 有人找你 來 唉 捲毛 誰呀 他們兩個找你 你們倆誰呀 我不認識你們 好事 過來 這個人你認識嗎 別跑 站住 站住 接住他 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我要問你什麼嗎 有人給我錢 我就把顧客拉到指定的地方 變得我什麼都不知道 大俠 饶了我嗎 我 饶了你可以 但是你必須告訴我 你把那個人帶到哪兒去了 來來來吃飯了 來來來來來來 馬上吃飯吧 快餓死咯 不好意思啊 快來 我簡單的弄了一點 謝謝啊 沒事 好吃就行咯 來來吃飯吃飯 好 那可以肯定的是 顧倩熙已經將勒菲德路上 顧家的分店轉給了五本物 但是第七我們沒有找到 五本物失蹤的那天 有人給了一個車夫幾塊大洋 讓他把五本物拉到望之路去 是什麼人呢 車夫說那個人站在他背後 沒看清長相 不過往他口袋裡放了一疊大洋 聽聲音說應該是個男的 那會不會是 殺顧倩熙的那個兇手呢 如果是的話 那個姓吳的已經是兇多吉少了 現在還有一個人 我們沒有查過 誰啊 就是顧老闆 因為顧家 擁有這塊懷錶的人 只有兩個 一個 是顧老闆 另一個是大少爺 但是那個大少爺呢 佩戴這種東西的幾率不大 所以去吳家的人 就只有是顧老闆 也就是說 顧老闆有殺人的嫌疑啊 有道理 根據我的經驗呢 這個五本物現在應該已經是 那屍體呢 是 有時候 ですか 已經沒有了 那些人 那個要求老闆 嗎 你 可怕 我 有時候 有時候 你 有時候 可能 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窃息把分店的地契拿走了 你们都不知道啊 老爷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事我从来没有经手过呀 爹 您就别生气了 我怎么能不生气呢 都是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要但凡有一点出息 我也不会让你妹当这个家伴 这个家全败光了 你看看 你能干什么 你能做什么 跟你娘一样都是废物 我要是早知道你们这样 当初就把你们掐死算了 现在败光了家产 Carlos draftKung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做为 OM 您就让您退出 quoi 等一下 现在这个无本物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去 找个人 把他给我找出来 就算找遍天涯海角 也要把我的地气找回来 哎 起来吧 起来吧啊 哎 啊 感谢观看